国客会主委朱敬一日行在学校帮高中生上课的时候爆料 十多年前她在担任中研院副院长期间 有女立委要她赔洗头让她很傻眼 而这个话题今天在立法院也同样成为了立委的直询焦点 只不过朱敬一只针对她在课堂上面的不雅言论道歉 其他的她不愿意多说 不会再讲了 不会再讲了 面对媒体镜头 国客会主委朱敬一直说不讲了 全是因为前几天她受邀替高中生上公民课 大谈民主社会应该要选贤语能 但课堂上突然话风一转 开始向台下学生爆料 说十多年前有女立委要她赔洗头 让她当场傻眼 还有当过她学生的人后来选上立委 却在某一次研讨会上大喇喇坐在位子上 让她这个做老师的半蹲听她讲话 让她直言这种学生根本是猪狗不如 爆料传开许多人都想知道 这两个立委到底是谁 这个是林教导的对高中生的公比 高中生的公比教育 我发觉你好像也有需要一些道德教育 必须要被教吗 我想我回去就挨老婆骂 我会点到改机 再看看朱敬一担任中研院副院长的 2000年到2003年期间 刚好是第四届和第五届的立委任期 扣掉现在还续任立委的两届加起来 可能人选就有28位 陪洗头成为热门话题 就连立委直询也要站上边 主角到底是谁 朱敬一不讲就是不讲 只愿意为了课堂上的不雅言论道歉 也留给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 UdinTV岳嘉宁吴登丽台北报导